大家好 我是五仔 这一节讲一位艺人 他不是太出名 不过他父亲相当出名 保钓烈士陈旭祥的儿子 陈安立 大家当年有没有看电视 保钓烈士陈旭祥 他的儿子现在已经成人了 还做了艺人 结婚后在ViuTV 结婚反而多女儿 很多情欲戏 又说很开心 又在日本玩这玩那玩那玩 那怎么办 和我太太结婚两年 都未度蜜月 和外面的女儿玩得这么过瘾 究竟当年陈旭祥是发生什么事 那现在他的儿子有什么厌遇呢 谢谢五仔 大家好 我是飞龙 我想说一下 当年 保钓烈士陈旭祥的公子 就是艺人陈安立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 如果有看开ViuTV 就知道他很多时都主持做的 不过偶尔都看到他在不同的剧集出现 不过他自己说通常客串居多 你为什么突然间说他呢 因为我早前看到他 高登被人开了个题目 说陈立安又食女 但他明明是叫陈安立 不知道这个题目为什么叫他做陈立安 好像顺口一点 但这个不是他真名 还是有其他讽刺呢 我不知道 总之都是说回他 一定是说他的 这么严重 因为他结了分 这样被人通街唱都可以 很夸张 那见年灯开了几十板在谈论他 究竟他认识什么女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谈论呢 他老婆看到这些新闻 又会不会吃醋呢 不过还没说到陈安立之前 先说一下他爸爸 陈旭祥 他爸爸当年就参加 保钓活动 在1996年那时 就不幸世世 因为一直 钓鱼岛的主权 问题见现在都没解决 当时他爸爸就参加保钓的行动 在钓鱼岛输说中国主权那时 就不幸身亡 有可能对这一代的年轻人就觉得 区区一个岛 为什么大家这么紧要呢 不要看听一个岛 就是一个岛 可以令到国家海岸线 哇 夸张了很多 其实当年陈旭祥 殉难那时 其实就不止同行得他 例如当时的保钓成员 其中一位 方御园 当时他差点 险葬身于大海 当年他被救回那撒冷 他也有点感叹 没有想过 搞保钓活动会死人的 其实当年1996年 9月22日那时 陈旭祥就宣布成立全球华人 保钓大联盟 当时就有16名成员 还有40位记者 就租用了一个 软洋的货轮 就叫保钓鸿 当时就出征去钓鱼台 宣说主权 当时他们其实都写了 生死葬 当时他还说 准备拼命闯去钓鱼台 刚才也说过其中一名成员 方御园 当时他是最年轻那位的 25岁的 当年他也很热血的 但他也没有想过自己差点 就是混沌汪洋的 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 自此都没有再参与保钓活动 之后隔了20年之后 他也有再开刊 在这里说他自己 他说当时他就并非英雄 只是有可能行动比较闯缩 他只是花了十多天的安排 统筹又欠完善 成员当天才认识 他可以说用 杂牌军去形容他们 海上航行了几天 环境也是非常恶劣 当时他和其他人 还是躺在货柜 或者走廊 船又左摇右摆 不过他说当时 重视被路海受众折磨他们 当时的热情仍然高涨 在船上经常练习一些抢摊活动 经过两天的行程之后 保铁号还首次突破到 钓鱼台的十二里可域 其实当时的任务都已经差不多接近完成 怎料突然被十多艘日本可上保安厅的船船重重包围 原本还想着日本在军方那边会开枪 怎料当时日本人不知是否心虚 没有开枪 所以当时他们亦相信可以继续前进 去到26号早上 他们再突破进入钓鱼岛 三海里的水域里面 当时风高浪急 队员就决定取消财阳摊 就那位游队长 陈族祥带领 用绳子前腰绑住他们几位一起 然后渡海宣洩主权 当时除了陈族祥和方预言之外 还有三名同行人士 最讽刺当时他们绑住那一条舟山绳 最后竟然变成夺命索 加上他们几人 有人对海上的知识不足 虽然当时有队员提出过 他们这样绑绑 这样下海其实也很危险 但当时他们其他人也继续坚持 维持这样的决定 当他们五人落水之后 他们的保钓鱼其实还继续航行着 陈族祥等人被拖痕 瞬间人都沉了进去 当时船员大叫停船 当中有些队员就拿着绳子爬上船 但当时的乘梯都没没冷冷 他爬上来的乘员都差点再遇险 然后其他人也上了水 只剩下陈族祥和方预言 还在水中里挣扎成20分钟 陈族祥还被水浸过头 失去知觉 恨当时一些缅甸的船 奋不顾身下去救他们 后来救回陈族祥不上来 当时还和他们施心外压 但看来没什么起色 最后还要日本海上保安厅协助他们 派出直升机 载他们去医护人员船上救援 但最后没办法证实 陈族祥已经死亡了 当时藤安立只不过只有八岁 陈族祥也有说过当年在码头送别去爸爸之后 没有想过他爸爸 去了钓鱼台之后就不幸愈的身亡 他自己也说过虽然他很早没有了爸爸 但他也被很多人照顾 所以他说他自己的童年 其实也算是幸福 陈族祥英文名叫Brian 前年平安夜就娶了他太太林希玲 他太太也是演员做主持的 而他自己的班人 就分后继续很多工作 除了早前去过南美 中东拍一些节目之外 又有去拍剧 所以他说忙到跟他太太至今 都未去蜜月的 未补回的 反而就和很多不同女生去拍旅游节目 待会也会说一下 因为网民说他吃女的 可能是那些 节目里面的主持 或者是和他演剧集里面的一些对手 那陈安立如何认识他太太呢 他说其实是一个活动里面认识的 他说他太太就是从小到大 喜欢那种女性的 类型 爽朗 短头发 搞笑 所以觉得很夹 那他们还拍拖了六七年才结婚 那他还说 结婚之后大家的关系很不同 他发觉以前追求那些 运动型的优秘那些美女 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 因为现在有了老婆 就发觉 其实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支持才是最重要 但陈安立说他自己其实 很多时候一年里面都是做主持比较多 不过暂时都有些剧拍下的 通常都是客串身份多 不过最近他都已经有些剧 是做主持比较多 一做就要贯穿成几十集 而他说他自己虽然年少丧富 不过他的个性 自己性格属于乐观积极的 他就好像刚才 多得他整个成长度里面都很多人照顾他 他跟他爸爸都有一样很相似 大家都很高 因为他都有六尺二寸 他爸爸都有六尺的 他说他当年父母身边的朋友很多都照顾他 所以他从小到大 无论是经济上 生活上 其实都没什么担忧 都有人在支持他 陈安立说他跟他太太 非常喜欢小孩子 也随时准备做爸爸 以前就会把赚到的钱 买标 奖励自己 但现在要存起 因为生活很艰难 很多东西都不舍得买 存起来留下将来小朋友用 如果只等政府那两万元就应该不够用了 其实陈安立早在2012年已经加入了NOW TV 当年他主持和私宜那边发展 近年都担任了一些很大的event 例如金像奖的记招 今年的新春花车户演的思宜 同时当然是make it feel的艺人 所以现在就开始多一些剧集去拍 好了 说回去拍剧集 真的有很多东西 首先就看到年灯在那里出post 说陈立芒有食女 一天跟Ko Yiso去日本做节目 那节目里面还看到有人在那里吃烧蚝 那些人在那里说吃完之后 当然是可以跟美女过回一个美好的夜晚 其实那些网民很好 整天看到这两位主持 就觉得他们一定会有东西 那没办法 Ko Yiso又美女又性感 本身是很多责男的女神 那当年Ko Yiso在S1这组合而出道 现在单飞转型之后 就很多时候是做演员 都不少的影视作品看到她 之前《今宵大厦2》也有演出过 不过现在的艺人是走来走去的 她又不只是在大台的 现在也有在V里面拍一些旅游节目 似乎那些网民的留言 有些少少妒忌啊 陈安立 可以跟Ko Yiso两个人同游日本 那见他们呢 在那里日本拍摄也好像拍了很多天 因为见过标题报道说 狂踩22天都未够候 他们两位 那么厉害在日本踩22天 踩单车踩足22天 一听他们说 拍这个旅游节目 是每天踩单车 要踩十几个小时 都挺辛苦的 每晚还要跟导演 制片 摄影师 撰稿 收音员 还有时间跟他们玩 真的很好看力 哎 怪不得陈安立说 不用跟他老婆去动蜜月 你看 拍这些旅游节目 也有个美女 还要陪着她 二十几天在日本旅行 真的不用动蜜月 这么爽的 怪不得这么多人妒忌 或者吃女 但最厉害的不是吃一个 还有另一位 刚才我一直说 陈安立会演戏 他演的一套叫做 《飞煌腾达》 这套电影里面 又和另一位女神级一起演出 叫李妍 李妍之前跟Youtuber哈跳哥 飞去日本拍摄过一系列 浸温泉片 当时已经惹来网民热烈 还被封许为VTV隐藏版的美女主持 哇 接着现在拍的VTV这套电影 《飞煌腾达》 又和陈安立有些情欲对手气 还被人怀疑陈安立是买通了VTV 为什么竟然可以和美女 那些情欲对手气 之前的另一位在一起去日本玩 玩二十多天 因为他和李妍在这套电影里面 还有一些螢幕接吻 这个还是李妍的螢幕初吻 还好笑的 其实李妍在这套电影里面 是和一位乐震慧飾演的蟹哥一起 他是他的情婦 虽然他和蟹哥一起造成她的情婦 但是原来他们两人在剧中是没差热气的 反而李仁和陈安立就有了一场车震气 所以搞到这位演员也觉得 陈安立应该跟导演和監製们更加熟悦 可以不停有些筍戲安排他做 明明劇集的關係上也沒有那麼密集 也會有這樣的戲 有時候你猜不到 正印就沒有親熱戲 其他人就有親熱戲 搞到網民幫陳安立和巴仁按了一個綽號 叫3TV幸福JJ 說他經常拍戲 都可以拍一些食女的氣氛 果然是3TV的真一哥 網民真的去問陳安立 問他到底貨了多少錢給3TV 可以有這麼笨的東西 陳安立還叮嘱他 要小心你太太 林希寧會吃醋 我不知道你太太現在在哪裡做 但我看到他很多時候應該在Hall TV那邊 就好像不同一個電視台 就好像不同電視台很難管到 就算同一個台也是很難管的 老實說現在的情慾戲也不是只有3TV都有 我看婚後事陳志堯和羅仲謙都有些情慾戲 早上有個網民大膽地問李賢 說巴仁的陳安立 拍情慾戲的時候他有沒有心理反應 李賢還正面回應 說不會啦 專業啦 我看回李賢 跟蝦跳哥的時候 去日本旅行就拍了4集 有些相片說他的衣著真的很性感 那些Kelvin Khan是不是內衣來的 那些內衣好像當泳衣那樣穿 張雅李賢的身材完全表露無謂 怪不得每個人都說陳安立 正啦 又有女吃 搞到我真的見到很多人在網上 在那裡罵陳安立 又說她 假裝結婚 假裝正經 不過也有人幫回她的話 做男人其實也要付出的 不是嗎 跟美女這樣拍這些情慾戲 可以付出什麼呢 我想問一下 總之一句說完 她又結婚了 又可以繼續 為什麼拍電影也有些蠢蠢給她嘆 只能說 跟人不同命 或者上天可能她 童年的時候少了個爸爸 那現在還給她一些福分吧 好 今天有新聞說到這裡 以後再分享其他有新聞 就這樣吧 拜拜